唉, 剛才弄好小孩的牙齒 然後呢, 又到我老公說拆牙齒 其實拆牙的時候出血, 周不時都有 應該不夠睡覺 不是呀, 我之前有個朋友 又是經常拆牙齒出血 後來他去看牙醫, 醫生說他有牙齒病 沒事的, 買兩瓶涼茶給你老公喝 那陣子就沒事了 當然不是, 我之前看牙的牙醫也有說 牙齒病的成因有很多 你也是叫你老公去牙醫那裡查一下 是, 及草運出原因好 還有, 你老公好像有吃煙的習慣 吃煙也會增加幻想牙齒病的機會 神經病, 吃煙會引致心血管病 肺病、癌症那些, 我就聽過 吃煙和牙齒病有甚麼關係 當然有, 根據世界牙醫聯盟的資訊 吸煙除了會產生口臭和煙殖影響而容之外 還會增加幻想牙齒病和口腔癌的風險 還有, 香煙裡面的尼古丁 會降低身體的抵抗力 削藥口腔組織的康復能力 所以有較大機會滑水牙周病 或者導致牙周病惡化 哇, 阿威, 你也是勸你老公 及早嫁出去好了 聽完你們這樣說 等我今晚就叫她開始嫁營 還要叫她快點找牙醫檢查口腔 看看有沒有牙周病 不是啦, 我現在訂定牙醫 順便我也做個檢查 好嗎? nossos下午 何 阿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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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威